开斋节后 印尼疫情严重升温 累计总确诊人数超过200万 是东南亚最多 首都雅加达一天的确诊人数 就突破7000 各大医院的医疗量能面临崩溃 才刚在半个多月前 启用的印尼词院防疫中心 短短三周 所有病床也都全满 目前院方排定 轮班照护家户病房的 急重症病患 院方为了避免医护感染风险 也透过监控系统 协助照护患者 各医院医疗资源的增加 追不上确诊病人上升的速度 因此印尼政府也祭出 更严格的防疫管制 希望全民一心一起对抗病毒 戴新闻安德瑞 瑟罗利诺 印尼报道